而说到汤圆呢 宁波汤圆一定是绕不开的 那宁波汤圆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来看看 汤圆陪伴宁波人有700年历史了 最早起源于宋朝 当时的宁波还叫明州 兴起了一种新奇的食品 用各种果尔做馅 外面用糯米粉搓成球 煮熟之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南宋大臣周碧大舅作诗 元宵煮福原子 今夕之河兮 团圆世事统 汤官寻旧味 造壁岔兴宫 兴灿乌云里 诸福浊水中 从那时起 汤圆就被视为团圆的象征 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必备美食 正宗的宁波汤圆 看似简单 实则用药烤灸 做工复杂 当季的糯米浸泡过夜 吸足水分 颗粒变得饱满 老石墨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大显伸手一番 在磨盘的搅动下 酥软的糯米变成细腻的水磨粉浆 不停地流进 套在磨盘出口的面粉袋里 大功告成后 将水磨粉袋悬挂一天 瀝干水分 宁波汤圆好吃的诀窍之一 就是它是用水磨粉做的 水磨粉做的汤圆 它煮出来比较香甜软糯 如果是干粉制作的汤圆 它就比较Q弹硬 除了水磨粉 猪油黑羊酥 是做宁波汤圆 必不可少的汤圆馅料 选择磕大饱满的黑芝麻 在锅中炒出香味 一番琵琶作响后 盛出晾凉 用小时就把它们冲碎 挑选出上等新鲜的猪板油 拨去板油上的芋 露出奶白如意 松软绵密的油脂 和黑芝麻粉 棉白糖揉合在一起 猪板油是很粘稠的 它可以把黑芝麻和白糖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揉着揉着 看不到猪板油 就说明它们完美地融合了 这是我们老底子宁波人 最喜欢的一个献心 也叫黑羊酥 包好的汤圆放入沸水中 中间加两次冷水 带它们一支支浮起 完全熟透 白如宁枝般的原子皮下面 还可以隐约看到黑色的馅料 因为这种糯米球煮在锅里 又浮又沉 所以它最早叫浮原子 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 宁波人在春节早晨 就有合家聚作 共进汤圆的传统习俗 而且和正月十五 闹元宵不同的是 宁波还有正月十四日 过元宵节的传统 俗称十四夜 々季普尔心 季度报 dere 没有 都是对的 整位大量 Control 家长池 都我们就能 видите うーん 有人rum 直接看着 进化 土呀 如果 кажется 又是 亲爱的 我会 我说 听哪吴 鬼 我现在 老虎 是 一年明月大头元,一年之计再于春。 元宵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全民欢庆的节日, 吃完汤圆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开始了。